地球变成垃圾场 贫民窟像一场瘟疫蔓延 连大都会中心也难逃一劫 更可悲的是 这场瘟疫的病菌就是你我 我们被剥夺平等权 抛弃在地球当三等人 二等人是机器人警察 一等人三是有钱人 他们早在太空造一座巨大的环形世界 那里有模拟重力 空气清新 生态系统完整而接近 就算得了癌症 在身体重建舱一躺就痊愈 这世界有个名副其实的美名 极乐空间 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名布马 今天和大家重温一部电影 极乐空间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 尼尔布罗姆坎普 也就是指导了第九区的那位 这次看我才发现 这部电影居然堪称 第九区的复刻版 咱们分两期讲讲细节 待会儿再拿它跟第九区 做个对比 2154年 洛杉矶也沦为贫民窟 在这儿的人看来 犯罪 酗酒 生孩子才是正事 上班的人会被嘲笑 Max以前也是干正事的 现在呢 堕落成流水线工人 就得被伙计们嘲讽 有些穷孩子想抢他钱 他反客为主 反而从小孩子身上 抖出来钱 让他们自己抢自己 他自己就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对付他们还不容易吗 要想去工厂 得坐坡公交 就这队伍还派老长 机器人警官会挨个凑身 对有钱科的格外粗暴 不巧 Max就在保时期 还跟警官刷嘴皮 警官判定他犯了不服从罪 暴打他一顿 把东西全人递上 没发现问题才罢手 警官这样做合规合法 因为地球人都要遵循 零容忍政策 他们还命令Max去找他的假事官 马上就去 假事大厅人满为患 别感谢嘛 这些全是犯人 Max终于排到假事官 对方是个没感情的机器人 指控Max尽早犯了不服从罪 假事期延长8个月 Max还想解释 但假事官不想听 这只是因为没必要 绝非因为假事官智能不够 他甚至能听出Max的阴阳怪气 警告他侮辱假事官是重罪 Max正好夹起外把 灰溜溜进工厂上班 他因为今早的事迟到 还被主管扣了半天工资 产线拥挤不堪 广播却在宣传整洁 其实整个工厂 唯一整洁的只有总裁指挥士 他是极乐空间的一等人 但最近几年产业实在不景气 他只好来一线监督 Max的工作就是打螺丝 把产品送高热室加热 做出来就是机器人警官 嗯 那种用来管理他的警官 这种生活很难说有多大吸引力 其他局民也不喜欢 都想偷渡到极乐空间 今天Max打螺丝时 一个舌头就开始了行动 正常情况下 地球领空受禁飞系统管制 平民飞船没法起飞 但舌头有黑客 一通破解后 偷渡飞船就可以起飞 他们给所有偷渡者 打上假的公民马 每个极乐空间公民 都有这种马 作为身份识别用 三艘偷渡飞船 在混乱中起飞 直奔太空 极乐空间扫描到 这些不速之客 想起警报 国防部长只好停下应酬 来扳他们 按照规程 首先自然是广播警告对方 但偷渡者拒绝任何回应 正常情况下 还要走下个流程 但是国防部长不想磨蹭 直接违规起飞一位风特工 这人精神不稳定 但是业务强 是国防部长 安插在地球的一双黑手 他掏出导弹发射器 对偷渡飞船连射四发 前三发炸毁两艘飞船 但是最后一发被躲过去了 第三艘偷渡飞船 突破极乐空间的大气层 惊险着陆 偷渡者蜂拥虫 社区 富人像见野兽一样套窜 国防部长则派出机器人抓捕 大部分偷渡者都被原地逮捕 只有一对母女闯进富人家 这个女孩身患绝症 地球没法治 只能靠这儿的身体重建舱 她的假公民马骗过系统 身体得到重建 虽然过会儿还是会被抓走 但至少身体患然重生了 国防部长确认难民全抓到手 一刻不停 把他们全扔舰飞船 发配回地球 在他的眼里 难民是瘟疫 厨艺 不可以不过绝 国防部长刚松口气 又得知 总统找他 原以马 他用脚都能想出来 无非就是批评他 对难民太残暴 启用风特工不合法规 国防部长理智气壮 我都是为了拱为家园 保护后代 难民不吃软的 只吃子弹和导弹 总统受购这套说辞 警告下次再这样 直接给他撤职 双方理念差距越来越大 已经不可调和 国防部长不禁有了想法 再看回Max这边 这些天呢 他的生活无非还是 做工 下工 上工 不过呢 今天他加热机器人时 加热舱大门卡住了 主管大怒 你一个人拖慢了整个生产线 他把头伸进一看 发现是卡板堵住了大门 我刚觉得 他把头伸进门有危险 他又下了个更危险的命令 让Max钻进去 不进就开除 Max太想要这份工作了 只好按马着钻进去 卡板位置挺刁钻 不使劲推不动 稍一使劲仓门关上了 可Max还在里面呢 他受到致命辐射 抽搐不起 其他工人急着救他 但主管担心 这会扩散辐射 驱散所有人 只让机器人把它拽出来 等Max进来时 已经被关在隔离室 机器人平静降解 你受到致死剂量的辐射 器官即将衰竭 会在五天之后死 公司总裁得知消息 也来视察 第一句话就是 生产线为什么停了 但他听说Max被辐射之后 又担心他皮肤脱落 弄坏床单 下令扔出去 他能在百忙之中 对Max说两句话 可见爱员工如此 机器人延续他的企业关怀 给Max送来一馆 超强销药物 这能让他的器官 在死前正常运作 虽然五天之后 他还是得死 Max挣扎回贫民区 一路虚弱呕吐 他知道要想活下来 只能用极乐空间的 身体重建仓 而想要去那儿 又只能用舌头的偷渡飞船 他连夜找舌头 要一张船票 舌头咧嘴大笑 谁不想要船票呢 每个穷人都跟他要票 可没几个买得起 这种无价之宝 Max急了 直接要拼命 反正不拼命也得死 命运在剥夺他生命的同时 也赋予他一个 独一弯的特质 汉不为死 舌头确认他真的必死之后 反而对他好起来 后退左右 谈起一桩交易 你知道 亿万富翁一般都在 极乐空间 但是呢 也有些不怕死的 待在地球 舌头要给他来个 大脑抢劫 这是当代最赛博的犯罪 舌头要偷他脑子里的数据 像银行账号 密码 还有其他重要数据 这些东西 价值几十亿 Max要做的就是 给自己大脑做个改造 变成数据U盘 然后把亿万富翁脑内的数据 导进去就行了 当然 Max这么虚弱 干不了这差事 舌头还有新一代谷歌装甲 连接神经系统后 他就能跟机器人匹地牢 Max没资本拒绝这笔交易 但他还能提几个小条件 其中有一条 打劫目标必须是他公司的总裁 他要把总裁的关爱 百倍封还 舌头完全没意义 反正抢谁都是抢啊 他的人给Max切开头颅 钻尽脊髓 当墨偶一样施工 反正失败了 他们也没损失 Max在手术中活了下来 而且力量堪比超人 这场手术就是场赌博 他赌赢了 在Max筹错抢劫的时候 总裁也在炮制阴谋 之前说过 国防部长和总统矛盾 已经不可调和 国防部长心想 和这群重置在一起 怎么能告号政治呢 密谋政变 极乐空间的军队高度电子化 导弹机器人都受系统控制 夺权必须先夺取系统 国防部长于是找到了总裁 他可不只会开工厂 还是极乐空间的建造者 自然也能重置这儿的系统 正好这几年 总裁产业下滑 跟国防部长一拍即合 这会儿呢 总裁还在工厂 已经编写完重置程序 这种谋反程序 可是杀头级别 存在别处都没法放心 所以呢 他上传进自己大脑 还额外添加一道保密程序 接下来 他需要亲自飞到极乐空间 把脑内程序 当面转交给国防部长 可他全然不知道 行踪已经泄露 麦克斯一伙 已经描上了他 劫匪欲善骑士 也得立即起 麦克斯从舌头那儿 搞来几岸武器 包括魔改AK 魔改线弹枪 这些枪能发射空爆弹 打击器人挺好用的 他的计划简单粗暴 把总裁飞船打下来 杀光机器卫兵 抢走大脑数据 跟他一起上路 总裁的飞船 果然跟他身价匹配 外观典雅 内饰豪华 一片外戚 就值几万打工人的 毕生鲜血 这种财富必然会被难民盯上 所以他随身总带 两台机器人保镖 麦克斯趁他刚起飞 盯上一枚爆破弹 等他飞到距离再引爆 这样他就追回到荒野 方便打结 这艘飞船缓冲性能极好 总裁毫发无伤 他扫描到麦克斯来打结 命令机器人去杀光他们 国防部长也侦测到这起结案 派风特工来增援 麦克斯这边不太顺利 他的AK毕竟老古董了 刚想用就卡壳 不过等同伙帮他修好 正好赶上机器人换弹匣 这就不客气了 麦克斯发射出空爆弹 顾名思义 这个子弹能在半空爆炸 把机器人炸成碎渣 同伙掏出一台激光七个机 把总裁请了出来 总裁盯着麦克斯看了好久 诧异 他怎么还活着 不绝间两人地位已经逆转 枪声突然又响 总裁的两台机器人 只被炸毁一台 另一台又来搅局 麦克斯的空爆弹已经打完 同伙用普通子弹乱射 非但没能打伤机器人 反倒痛击总裁 这时唯一能指望的 只有麦克斯的机械骨骼 这让他深清无业 却又堪比起重机的力量 他拿汽车当支点 掰断机器人脑袋 连汤带水 别提多爽了 麦克斯一回头 这才发现总裁在混战时中弹了 好在胸口中弹不影响大脑 这时天边出现一架军用机 坏了 风特工来了 同伴们加快进度 提前完成转移 只是数据受到保护 在他们看来是乱码 得回家才能破译 乱就乱吧 同伴的心比弹码更乱 四散逃命 但人腿哪能跑得过飞机呢 有个同伙被风特工连射进几枚遥控炸弹 他知道自己必死 干脆停下来射击 他的判断没错 风特工按下引爆键 他就事故不存 麦克斯和其他同伙开车逃跑 谁料风特工的战绩 又有一种重力炸弹 一炸车就翻 他们被迫停下来引战 但风特工也有外骨骼 而且全身都是装备 尽能用刀刺 远能用盾防 其他同伙都被他杀光 麦克斯打光子弹 也只能把风特工打得倒退 好汉不吃眼前亏 麦克斯独自跑路 他的肚子也被刺伤 要不是外骨骼帮忙 根本跑不动 国防部长监视着全程 系统提示 总裁已经死于失血 这倒让他少了装心事 但是麦克斯大脑里 还装着重置系统的数据呢 他命令风特工 不惜代价追回来 但绝不能破坏大脑 麦克斯刚逃进贫民窟 体力就随鲜血一起流失 风特工的战绩反而马上要来 因为老奶奶大概明白发生什么 让麦克斯钻进他的板车 风特工用红外扫描整条街 也怀疑板车不对劲 但是一看是一车猪 又去别处搜索 麦克斯谢过老奶奶 挣扎到医院求救 他的青梅竹马在这当护士 绕过官方程序 私下为他治好伤口 明天战斗还要打得更激烈 今晚呢 就让麦克斯休息一会儿 咱们聊聊 为啥说这部片是复刻版的第九区 首先在主题上 两部电影呢 都是借着科幻故事 探讨现实问题 只不过本片更直白 把贫富悬殊 看不起病放到明面上说 而第九区借用大虾的形象 暗欲更丰富一些 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群难民 异族人或者边缘人 在故事模板上 这俩电影也超像 开头都是小人物倒大煤 本片是麦克斯打工失误被辐射 五天之内必死 第九区男主也是工作物操作 也是倒计十几天就要变大虾 另外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 戴尼尔喜欢花很多篇幅 来刻画世界设定 第九区男主会对着相机 对你讲大虾的风俗文化 而本片呢 也会在主线之外加一些直线 比如麦克斯找贾士官的那段 其实跟主线没啥关系 主要是让世界观更立体 我感觉这也很有必要 因为只有这样 观众才知道 这儿真的是未来世界 而不是换了个皮肤的现代世界 最后呢 再分享个有意思的知识 本片的贫民窟和极乐空间 都是实景拍摄 而且都在同一个国家 墨西哥 贫民窟是在墨西哥城的贫穷区拍摄 极乐空间则是墨西哥城的富人区 他们俩的物理距离 远没有电影里这么遥远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KWiFans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